我們這邊來開箱一下我們PC用新買的東西 也就是這一盒 過了雙十一 黑五到底買了什麼呢? 現在就來開箱 TEKQ的SSD外接盒 那我們先把它拆開來 盒子裡面有一個盒子裝的外接盒 這個蠻有趣的 裡面就是有這些小小的工具 一個USB 3.2 version 2的傳輸鍵 然後這邊是一個SSD的散熱貼 還有一個手掛 可以讓你掛住這顆SSD外接盒 看一下裡面實機的樣子長怎樣 寫入寡物功能需在Windows下 連續按五下方可切換 WAT 我外接盒長的是這個樣子 它的重量是有點沉的 後面是印了TEKQ的LOGO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外接顯示盒 上面是有一個螢幕的 而它的價格是沒有比較貴的 它大概是800多塊 我原本就有買過TEKQ的產品 叫做Cube的產品 Thunderbolt的SSD外接盒 不過這款的外接盒有一個問題是 它只有支援Thunderbolt 3或Thunderbolt 4 但它沒有支援USB 3.2的這種規格 我只能在Mac上面來做使用 而我現在是需要使用到Windows桌墊 這款的外接盒沒有那麼樣的實用 雖然它的傳輸速度很快 非常的好用 但是在Windows下就不能使用 所以就必須要購入這款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體積小了非常的多 但在重量上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好的 接下來我就要把這款 裡面呢我要把它加上SSD 然後把它裝起來囉 好的 我們接下來繼續把我們的SSD 然後又把它裝到我們的外接盒裡面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這是我們的外接盒 它這邊是用一個十字螺絲 所以我們這樣可以很快速的 直接把它先打開 這樣它就可以跑出來這樣子 好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就放上我們的2280的SSD 這邊使用的是T-Force的1TB的版本 T-Force的這個SSD 它是自帶散熱片的 蠻可惜的就是我們這個散熱片 目前是用不太到的 把我們SSD拿出來 然後我們待會把它撥一下 然後我們的SSD就可以拿出來了 這邊所使用的是Phython的晶片 我們把它插上去 這樣插進去 然後之後我們再把它壓下來 然後用螺絲鎖起來就可以 這種的好處是它蓋起來 然後用螺絲鎖起來的好處是說 我們在這邊這個位置 我們是需要把它黏上我們的散熱膠的 散熱膠 然後就把它拿起來 把它貼在我們的晶片上面 導熱細膠 把它黏在我們的顆粒上面 然後後面這邊的顆粒 我也把它 衣序也都把它 貼起來 好的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把它蓋起來 這邊蓋起來以後 我們就把螺絲鎖上去 就OK囉 那像這樣它就不會直接翹起來 代表說 我們剛剛的那邊 導熱電 它都是有壓在上面 導熱電都有黏在上面 這樣就是可以的狀態 我是把它擺上來 鎖上 OK 基本上 現在這樣子應該是很OK的 這邊有一個細繩 我把這個細繩把它弄上去 剛剛忘記 要把它弄在這個位置上面 把它調起來 OK 然後把我們的螺絲把放上來 這樣這個SSD就OK了 我們這顆SSD的外接盒 有一個還不錯的地方 800塊左右 多了一個螢幕 可以顯示說 我們現在這顆SSD 所遇到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 接上我們電腦 來看看說 這顆SSD設定 Windows和Mac 都可以讀取的格式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來存取我們很多檔案 我在剪片的時候 可以多1TB的空間 或者這個SSD 今年可以來讓 iPhone15來做的使用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接上吧 這邊要把我們的 這邊的這一條 傳輸 Type-C的 兩邊都是C口的傳輸線 把它打開 把它戳出來 好的 接下來我們來接上電腦咯 好的